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让我们能够走在祢的平安当中 我们祝我们如都有祢的保守 更感谢祢的怜悯 人心要为改 更多灵魂来回向祢如此的祷告 奉耶稣得圣的名字祈求 Amen Amen Aleluia 让我们来唱首诗歌 我需要有祢在我的生命中 Aleluia Aleluia 主 请你保守我心 我的意念 祝我能够尊心你之意 我也将你怀疑深藏在我心 做我路上灵花 只为我将见你等 我数 请你坚固 我心心 我的力量 使我更勇敢向前行 因我 知道有时我会软弱 请你答应我 使我会在宇宙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 让我一生能写你的仰慈 使我认识 使我认识 可为你所写的领导 使我一生命能够呈现你荣耀 主 请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够尊心你之意 我愿将你我一生藏在我心 做我路上灵花 只为我将见你等 主 请你坚固 我心心 我的力量 使我能勇敢向前行 因我 知道有时我会软弱 使你带你吗 说我会在对手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 让我一生能写你的仰慈 使我感受 为你所写的领导 使我一生命能够呈现你荣耀 使我能正宏 为你所写的领导 使我一生命能够呈现你荣耀 使我能正常 为你所写的领导 使我一生命能够呈现你荣耀 使我一生命能够呈现你荣耀 使我能正常 为祢所信的地和祢 使我的生命能够呈现祢荣耀 是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一生的爱你 一生的仰望你 在这个世上 没有任何苦苦 头发的使用我们 以祢的爱永久 哈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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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世纪 有个千年不变到你 那就是因为耶稣爱你 在世上 没有任何一笔和缓纳 可是我们一生的爱可见 可你是否 也一同为圣地和祢 一世人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在世上 没有任何离 恐怖重返 但是我们一生 你爱可见 这世上 没有任何一笔和缓纳 有个千年不变到你 那就是 耶稣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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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一笔和缓纳 可是我们一生 你爱可见 你一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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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圣地和你 一世上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在世上 没有任何你困苦重逃 是我们一生你爱可见 祈祢让我一生来爱你 一生来仰望你 在这个世上我们知道 有任何空苦愁返 使到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平安 但是我们要仰望 祂的祈祢 有个千年不变道理 要安静无死 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你困苦重逃 是我们一生你爱可见 是否愿意同为神里和你 一生让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你困苦重逃 是我们一生你爱可见 主内平安 我要请大家观看 以灵华语崇拜的视频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已经进入了走断措施的第六周 我们非常高兴 看到主内弟兄姐妹的积极性 不断地祷祷 不断地祷告 在周二我们也有听到新的发展 让我们继续地祷告 好 就让我们来听一下 有关于雨林家世的简讯 虽然我们不能够在一起 同一个地点的敬拜 我们仍然能够在一起的 通过直播的来敬拜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指定的时间 不能够下载 你可以分为时间 进入这个YouTube 能够去打 Elim Church Singapore 或许在我们当中 那些对这个小组课程 很认真的你要复习的话 因为现今我们的小组课程 都是从我们的讲章来分享 感恩 好 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 观看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要简历地提到 我们雨林教会的直播 我们都有不同语言的导播 那就是从星期六 每逢早上十点半 我们都有潮语的聚会 而在礼拜天 我们有英文堂 总共两堂 早上十八点和第二堂是十点半 那么华语的崇拜位 就是早上十点半 有关于它的线 你可以从个荧幕上 可以去领取 我们感谢主 我们都知道我们拥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所祝福的 非常感恩弟兄姐妹 还是很踊跃 很愿意的 把他们所得到的 神所祝福的 奉献给主 我们仍然是采用这三个方法 就是银行的转款 第二个是支票 第三个就是pay now 你可以用而回马 这个转款 那么那些不能够的话 你可以到我们这个阻断措施 停止过后 我们可以把所分别出来的 这个奉献 拿到教会 感恩 好 我们继续地来看 本周关于基督化 特殊的提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要确保 我们的孩子感到被爱 我们看到在 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 说到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尽可能在孩子的身边 常常地提醒 孩子他是被爱的 特别是女儿 说他是最美丽的 因为他是神所造的 并且我们要参与照顾他们 在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三节 告诉我们父亲怎么样连肃 他的儿女 与和娃也怎么样的连肃 敬畏他的人 所以在此我们提醒父母们 我们要确保 我们的孩子感到被爱 Amen 上周我们很荣幸地 有海外的 从海外回来的宣教师 陈福安牧师 分享依靠神 而今天我的主题 是什么呢 帮助和保护的来源 那经章是诗篇 一百二十一篇 这是一篇上行诗 那让我们来 先读上帝的话语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先是第一到第四节 诗篇作者说 我要向三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娃而来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必不打顿 保护以色列的 也不打顿 也不睡觉 好 第五到第八节 保护你的是耶和娃 耶和娃在你右边隐蔽你 白热太阳必不伤你 月间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娃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路 耶和娃要保护你 从今时 直到永远 我们的生活需要帮助 当你需要帮助时 你往哪里去 可能你联络家人 或你的朋友 或拨打911 那我们建立一个支持的系统是很好的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思想 因为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 在这辈子呢 没有安全的计划 没有保险单 没有安全系统 可以保证你我绝对的安全 你可以遵守所有的安全规则 采取一切预防措施 运动 运动和吃好的 事情仍然可以出错 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呢 向上帝 寻求帮助 圣经教导我们 神为帮助那些 寻求他帮助的人 而诗篇一百二十一篇呢 是关于相信上帝的帮助和保护 这是一篇上行诗 虔诚的犹太人 在离开或进入他们的家时呢 必为背诵本诗篇 今天早上 可否你需要帮助吗 这诗篇是特别 为你而写的 来我们做一个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应许 求祖你来开我们的心 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 今天看这视频的弟兄姐妹 我心的朋友 你清楚地晓得 他们的需要 他们的挣扎 我求你借着这片道 能够给听者 观看者 带来鼓励 我如此地祷告呢 是奉耶稣的名字 Amen Amen 帮助和保护的来源 今天早上呢 我们要从这一章 诗篇一百二十一呢 来看三个要点 首先 就是造物主呢 是你的帮助 二 以色列的神呢 是你的保护者 三 耶和华为保守你 面受一切的伤害 让我们来查看 学会信靠上帝的帮助和保护 造物主是你的帮助 首先 造物主是我们的帮助 在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的第二 第二节怎么说呢 我要向三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这美好的应许 许多年来给神的子民呢 带来许多的安慰 举目 就看 创造 山的神 我们晓得山脉是力量 和稳定性的象征 他们体质大 持久 不变 神的能力 比山更大 山是朝上的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我们往往是低头地看 我们垂头上去 我们所注重的是我们的困难和问题 而山呢 提醒我们要往上看 你必须举目向上 你我必须把眼目呢 头像比山更高的山 因为上帝比重山更高 记住 这诗篇是朝圣上行者去耶路撒冷上唱的 他们很可能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山丘 时唱这首诗 而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不仅仰望重山 而且还会仰望 耶路撒冷和圣殿 上帝的君住所 上帝比山高 上帝是在山以上 我们不是仰望山来寻求力量 但山使我们的眼睛从问题转向能帮助我们的上帝 所以不要只看山 要看造山的 仰望创造者 而不是被造之物 你的帮助来着创造天地者 在第一节诗人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而第二节我们得到的答案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上帝不仅是造了山 他也造了一切 创世纪一章一节说 起初上帝造天地 能在耶利米书的第十章十二节说 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 用智慧建立世界 用聪明铺张穷仓 万句话说 天地的创造者 拥有无限的力量 智慧和知识 他拥有一切的资源 多过能满足你和我的每一个需要 而整个世界是在他手中 他是你我的帮助 上帝不仅是造物主 而且他记录他所创造的一切 圣经教导我们 神参与他所造的每一个细节 也包括了你 我们宣称上帝的能力超过他所造的 晓得宇宙的造物者 是你帮助和你的朋友 这是何等的好 今天你的问题有多大 你的帮助的来源从何而来 诗篇121篇告诉我们 是天地的造物者 这是我们从这诗篇中学习的第一个真理 创造者是你和我的帮助 第二 以色列的神是你的保护者 第二个真理是 以色列的神是你的保护者 我们来看 查看第三到第六节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必不打盾 保护以色列的也必不打盾 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娃 耶和娃在你右边隐蔽你 白热太阳必不伤你 月间月亮必不害你 这些经文教导我们 神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 也是以色列的保护者 祂也是你的保护者 请注意 上帝的名字 祂不仅用于这诗篇 而且在上行诗篇共有25次 我们先来看 祂是耶和王 当你看到英文字母 大字母 LORT 并写 希伯来的单词是 Yahweh 就是上帝立盟月的名称 这个名字 描述是神与祂子 盟月的关系 以及他对他们的信实 在旧约的Yahweh 这个名字指上帝 与以色列人 列盟月的关系 而身为基督徒的 你和我 和耶和王有盟月的关系 你是神 盟月的一部分 你可以相信 在基督里 祂对你的信实 就当你读旧约 看到上帝如何看顾 以色列 照顾他们 你可放心 祂也会照顾你 下一节的关键词 是保护这个词 它是来自 希伯来语 单词 Shamma 它的意思是 监视 守卫 和保护 这词 从三到八节 出现了六次 如果你在基督里 那么保护以色列的 也会保护你的生命 以色列的神 是你的保护者 祂是你身边的保镖 在第三到第六节 诗篇作者告诉我们 上帝 以好多的方式 来保护你 首先 祂保护你 免受事故 第三节说 祂不叫你的脚摇动 当你与上帝 和祂的话语 建立你的生命时 你就在坚固的基础上 你的脚和你的生命 有坚固的基础 诗篇 三十七篇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这样的说 义人的脚步 被耶和娃立定 他的道路 耶和娃也喜爱 他虽然视脚 也不至于全身的扑倒 因为耶和娃用手 才扶他 那些对基督有信心的人 免受事故 在你生命中的一切 所发生的 都在上帝的看顾下 第二 他从不打钝 也不睡觉 其次 上帝从不打钝 也不睡觉 在第三到第四节 告诉我们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 必不打钝 保护以色列的 也必不打钝 也不睡觉 我们的上帝 总不睡觉 他从不在看守时 睡着的 我记得 当我在国民服役 时期 被分配的时刻 当看守 因为整天的训练很累了 就睡着了 但上帝是不会的 他从不打钝 你可以随时向他祈祷 他总是关注你 听你的声音 因为上帝没有睡 你可以睡 这就如一个孩子 他们不能够睡觉 直到他的父母答应 留在他的床边 然后孩子放心地睡着 因为他知道 他的父母在那里照顾他们 上帝也是这样 不管你在处理什么问题 你可以把它放在 上帝的手中 晚上睡觉 知道上帝从不打钝 也不会睡觉 他会照顾你 好 第三方面 他在你的旁边 上帝保护你 免受意外的伤害 上帝从不沉睡 也不睡觉 他就在你的身边 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第五节说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右边 隐蔽你 山可以很远 但上帝是在你右边 隐蔽你 他在你的身边 诗篇十六章的第八节说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 因他在我的右边 我便不知摇动 上帝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节 也告诉了雅各 我也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这意味着上帝陪伴你的每一步 他很靠近你 好 我们再看 他随时保护你 上帝保护你 免受意外的伤害 他从不打盾 也不睡觉 他离你很远 他随时保护着你 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 在途中会面临水多的危险 白天中风是真实的危险 白天的黑夜的温度 经常发生剧烈的变化 当然晚上也有土肥和野动物的危险 路上有白天的黑夜的危险 而第六节 告诉朝圣者说 白热 太阳必不伤你 月间 月亮 必不害你 所以 当我们读到 太阳不会在白天 伤害你 月亮也不会在夜间 伤害 这真正说是 上帝 随时保护你 无论是白天 或者是黑夜 上帝 随时会帮助你 解决你生命的每一个问题 以色列的神 是你的保护者 好 我们来看第三点 耶和娃阻止你 免受一切的伤害 经节怎么的告诉我们 从第七到第八节 耶和娃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路 耶和娃要保护你 从今时至到永远 所以我们看到 目前的时态 描述上帝为你做的 我们对未来的许诺 告诉我们上帝 为你做什么 耶和娃会阻止你 免受一切的伤害 我们从这些经文上 学习到几件事 首先 他必看顾你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 这是在第七节 刚才我们有读诗说到 耶和娃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耶和娃为主者 免受一切的伤害 他会看顾你的生命 耶稣在主导文 也是教导我们 向天父类似的祷告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上帝看顾你生命的每一个细节 上帝没有说永远不会有问题 但他答应在你遇见问题时 会使问题变成好 那经文再次的教导我们 为有问题或麻烦 但邪恶永远不会得胜 没有什么可以挫败的 上帝在你的生命的旨意识 没有什么能把你在基督里 使你和上帝的爱分开 上帝是为你 因此没有邪恶 可以在基督里降临 你可以相信上帝的帮助 和祂的保护 记住 祂关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转变 在第八节说到 你出你路 耶和我要保护你 刚我有提到的 这是虔诚的犹太人在离开 我进入家时 被诵的诗词之一 耶和我要保护你 从今时到永远 通常是生活中的转变 让我们叛倒 不是吗 一旦我们在日常的生物上 是安全的 事情通常很顺利 但中间的时间 可能是通静 搬家 工作变化 健康变化 人际关系的变化 我们通常的挣扎 就是在转变的时刻 在圣命纪二十八章第六节说 如果你我顺负主 我们的神 你出也蒙福 路也蒙福 而这边 作者大卫 在一百三十九 向主祷告 他说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 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货 你都细查 你也生知 我一切所行的 所以无论在家 在学校 工作还是外处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还是在 阻断措施的时期 我们通常都在家里做工 可是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你走到哪里 你都是安全的 因为上帝和你在一起 好 他现今和永远都会看顾你 在第八节的结束时 我们有美好的应许 你出你路 也和我要保护你 上帝现在看顾你 他将继续永远的看顾着你 这两个承诺都是令人鼓舞的 这两个应许都是给基督徒的 我曾经有分享过 我很非常喜欢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二十节 我很喜欢那个英文版 Lo I'm always with you 这意思是什么呢 我就常与你同在 知道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 西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说 耶稣基督是昨天 今日 知道永远是一样 所以上帝在基督里看顾你的承诺 今天是真实 明天是真实 永远是真实 造物主是你的帮助 以色列的神是你的保护者 耶和娃为主子里面受一切的伤害 因此 我们从创造天地的主 为以色列保护者的神 到为你个人救主和住宅 必保护你脱离一切的邪恶 今天我们搭上了这个通往天路的旅程 诗篇一百二十一是一首美妙的旅程的歌曲 创造天地的主 看顾你生命的每一个细节 祂保护你免受一切的伤害 这意味你不需要担心或害怕任何事情 没有上帝的知识 你什么都不会发生 在祂保护下 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 即使发生在你身上最糟糕的事情 无论是疾病 损失 甚至死亡 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上帝的照顾下 今天上帝是为你 而不是敌对你 祂对你是美善的 在一切的事项 你可以相信祂 所以你我要放心 学习相信上帝在一切的事物中 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上帝关心你 祂供应给你 好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祂会帮助你 我像三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 耶和华而来 感谢主 亲爱的朋友 今天早上当你听到这一篇道 我相信神已经借着祂的灵在 触摸你的心 祂在安慰你 祂说我儿我的女儿 我没有陪下你 在这矿状病毒中 我在看顾着你 甚至当这个阻断措施后 我仍然的与你同在 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感谢你 今天早上 再一次的借助你的圣化 来提醒我们 来安慰我们 给我们再一次的 受到提醒 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保护 是从你而来 主啊你清楚地晓得你的子民 你的儿女 他们心中的苦闷 他们心中的烦恼 他们心中的忧虑 主啊我们 我祈求你此刻 借着你的圣化 借着你的灵来 安慰应证和鼓励 安慰听者 安慰观看者 让他们在进入这新的一周 有着你的应许 有着你的确计 我如此感恩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字 Amen 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